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回来CT Gaming 上一季的影片我们刚刚把革命火山打完了 那今天的影片 我们将会开始攻略这个火山关底 我的频道将会持续更新阿尔登法皇的完整攻略 不想错过的朋友记得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我们开始这个地点是这个 劳政教堂 出来以后马上转右 先把这只蛇型的敌人 收拾掉 跳下来屋顶 先清理左边 过来右边 这些敌人呢会丢毒瓶的 所以电道 不要跟他们客气 全部清掉 好 先解析一下毒 这里上来然后转左 哎哟哎哟哎 嗯这边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边有一只甲虫 拿完以后现在左边把这只狗清掉 然后这里有一个少女人 换一下武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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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我们先走右边的这些屋顶 这里拿一下换钩子要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开始的地方了 我们重新走屋顶的这个方向 又会有一个地方我们要跳下去拿东西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亮点 跳下去然后先把右边这个敌人清理了 要往回走 来个处理攻击 这个大材刀我不知道是不是肯定会掉的 以后还有个地方可以拿到 左边 技工 来 这里有这个黄金树生印记 然后我们往回走 这里有一个小巷 这里啥都没有的 我们先走这边 前面这个门要用时间要时的 里面是有少女人偶的 所以我先换一下武器 这个少女人偶是关机状态的 可以先偷偷给她处理攻击 上面还有敌人 我先换一下武器 这里有一个加一的红琥琥珀炼坠 应该都打完了 继续往前走 先把面前这只蛇给打掉 先走右边 这里还有另外一只蛇 刺激的断造石 靠过来拿一叉白金灵雪 这里没东西拿 进去这个房子顶上有一些敌人 你穿过的时候会掉下来 不过他们好像是不能动的 所以没什么威胁 对啊不能动的 把这个门打开一下 你看他们打不到你的 这些敌人就会打人了 小心不要被他们抓到 这里下去就要到炎火了 哇还没死的 拿一下鲁恩 这个门打开 我們現在這個營火休息一下 休息完 這裡把這些敵人打掉 你可以在這個營火一直刷這些敵人拿他們的頭式的 外面這裡有一條蛇 什麼時候來的 嚇我一跳 那邊那個9級的盧恩應該拿完了 那就開一下這個門 看一下筆記 這裡應該要一直爬下去 這邊先往南邊走 就是這個方向 你覺得麻煩的話可以把睡部拿出來用 好 然後王妃就 應該不是走這邊 清理一下這裡的敵人 這裡有個東西拿的 我們之前來過 所以我先拿的 這裡樓梯上去 上面有一條蛇的 好 然後往這個屋頂上跳 先走左邊這裡 你之前如果沒來過的話 這裡 我面前這裡是有一個六級的四射營造石的 再往屋頂上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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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裡我先把我的弓拿下來 召喚一殺大哥 前面有一隻 熔岩土龍 在這裡用的氣泡應該沒什麼意義吧 別跑 好 這一隻好像不是王來的 因為就是畫面上面沒有 沒有他的血條 感覺簡單好多 打掉拿一下這個龍心杖 這裡我先換一下武器 把碎部拿下來 拿出來 拿出來 前面這裡應該是一個七級的營造石 這裡應該是我們上次拿駕駛武器的時候跳下來的地方 好 我們做一下剛剛的升降機回去 好 然後我們做另外一個升降機上去 感覺這裡不長 我們快要打完了這裡 右邊這裡是一個五級的四射端造石 進去房間我們就要打完了 我們先走左邊 如果你還沒拿過的話 拉一下這個裝置 然後面前這個橋就會升起來了 這個是一個捷徑來的 好 現在營火休息一下吧 現在營火休息一下吧 好 這裡不能召喚靈魂了 可以 這個神皮貴族我們之前有打過的 好 他處理這招是個衝擊波 這個是大車輪 有些人 是 這個神皮貴族 是 可以 是 我們 我们现在的等级打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打印以后你可以拿到这个神匹缝针 就是他那把刺剑 还有这个 他那招冲击波 是一个祷告来的 先拿一下刀具吧 这个蛇的羊魔 应该就是拉雅出生的时候剩下的羊魔来的 先点一下萤火 拿到这个蛇的羊魔 我们要回去找拉雅了 先回去这个火山关底的萤火 看一下拉雅还在不在 他再跟他说说话 把这个内幕告诉他 把羊魔交给他 对白看完就跟塔尼斯说一下话 现在还没有那一段对白那没关系 我们现在回去这个爱格雷教堂这里 这里有一个升降机的 这里要兜一个大圈 拿一个久迟的卢恩 对面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东西 没有的 但是我们要跑回升降机这一边 要往阳台的方向走 这里可以有个地方是可以跳下去的 对视这里没错 这里小心不要掉下去了 哦 没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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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蓝了 我先补一下蓝 忘记怎么走了 我先看一下笔记啊 对对对 这里是可以跳下去的 这里跳到对面又有一个少女人 哎呀 我这把武器怎么变成火了 哎呀 那没办法了 不能用蓝鼠先了 哇 转的话我就用这一招 这里可以跳进来 我们先把这里的门打开一下 走开一下 这里前面有一只甲虫的 ision 用一刹碎步 从侧面过去啊 不然他会乱跑的 哎呀还没死 打掉拿这个4射5 先进来一下这个窗口 这里有个时间钥匙 然后往回走 这里呢下面是一个升降机的 我们一会会做的 这个窗口先别急着进去 岩浆池这里还有很 还有个东西要拿的 对 这里要避一下去兽火吧 我一下蓝 我一下蓝 这些蛇能打人还蛮疼的 这些蛇能打人还蛮疼的 这里应该是有一些死 对 这些东西的 想干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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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的蓝瓶用完了 那就换这一把吧 我看一下笔记 这里一直走进去我们看见的这个窗口 拉雅应该在这的 他会让你在这里把他杀了 你有三个选择的 一个呢就是把他杀了 一个呢就是回去塔尼斯那里拿一瓶药水 让他忘记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管他 如果你把他杀了的话 你现在可以马上拿到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没什么特别的 会增加你受到的伤害 等于说把这个游戏变成困难模式 那你这三个选择 你都可以拿到这个视频的 所以就看你怎么选吧 如果你选择把 把四一药水给他的话呢 等你在这里 把这里的另外一只王 莱卡德打完的话 他就会那个时候给你 如果你选择什么都不做的话 他也会给你那个视频的 就是打完那个莱卡德的话 他额外还会给你一封信的 这里梯子爬上去 这里把大哥叫出来帮忙 这里把大哥叫出来帮忙 这些敌人死掉的时候呢 头会爆炸放毒的 这里把他们拉上去 小心一点 叭 差一点这洞下去 好 好 大家都知道 開一下燈 面前這裏應該只是個生產機隊 這裏是回來打王的地方 要不我們回去 找一下塔尼斯說話 繼續跟他說話 就是這瓶藥水 傳送回來這裡 開始 忘記升級了 先升一下級 來到了 那邊 教你的 教育 教你的 教我的 教育 教育 教羨 教育 如果你想把藥水给拉压的话呢 这个窗口应该是有一个梯子下去找他 不想的话呢 我就不想给他 继续往这边走 刚刚来过这里把门打开了 不要转我头晕了 再来一下 这里我们就可以传送回去这个教堂了 或者跑回去也可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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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这里 对那个口 就中间有一个口 我们那里是打过的 然后我们就一直往前走了 用弓箭把它们打掉 比较舒服一点 面前这一条蛇人的话 他会掉他手上那把剑的 所以你可以过来刷的 如果你喜欢火箭的话 这把火鞭呢 我们从帕奇那里拿过了 这里继续往前走 把门打开 前面应该是有个骨灰 可以拿的 就是这些蛇人的骨灰 哇 哎呀 这里还有一只把尸 没蓝了 哎呀 他跟那些南瓜头一样 头很硬的 要走哪边呢 先走这边 这个传送点呢 会传送我们到莱卡德那里的 先不要进去 这边来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门要 时间要是打开的 对 这里的话 先往右边 下去 右边有一个赤品 这是这个短线护服 是增加你的处决伤害的 这里应该是一个弯弧 哎呦 我看一下 然后我们要跳到这些笼子上面 要走左边 然后的话应该这里直接下去 哎呀 我忘记是哪一个方向了 下面有超级多敌人 哦 对 是这个才对 在这里 你应该看到一个笼子了 上面有一个信息的 先不要急着跳下去 这里有很多这些抓人的敌人的 用远程把他们解决掉 这些抓人的敌人的 这里会拿到这个温床的诅咒 然后 那个十分者就会开始跟你说话了 可以开始做他的任务了 这边应该是一个骨灰 不对 战灰 上楼梯把门打开 这里就会回来这个开始火山关底的地方 我们往回走 应该这边还有东西打的 我先看一下笔记 对 这里上去就是我们拿那个七级锻造石的地方了 所以说你还想用这里跳不上来 你还想用这个方法拿这个加七的话 你只能进去把王打掉 然后走我们刚刚那些路过来了 好的 那这个火山关底我们就打完了 我们现在先很快的过去一下这个莱卡 马德的那个传送点 过去把引火拿了 我现在看起来的那些人都已经干净了 刚刚跑到传送点的时候 应该先叫你们进去把萤火给点了 这个王莱卡德千万不要打 因为你把他打的话 在火上关底的所有NPC都会消失的 这样就等于 你不能做这些刺杀任务了 等你先把所有的刺杀任务做完了 我们再回来打这个莱卡德 因为这些刺杀任务的 拿的装备还挺好的 所以先不要急着打 那火山关底 格米尔火山都打完了 我们就回来这个金黄金树的山丘 好了 火山关底的攻略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帮我的影片点个赞 下一集我们将会开始攻略亚潭高原 不想错过的朋友 记得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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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